如果攀比心理人化 诶 哥们 心血哪样 这鞋挺好看这鞋 哎 家人啊 我看 是吧 好看我买一双 你干啥的啊 我使攀比员 什么玩意啊 就是帮你攀比的 它那么好看的鞋 你不想来一双 别人有的你必须有 我不能有 他约生费一千 我约生费一千 我什么档次 我个人穿一二鞋 你给我站起 哎呦 你平时少吃两顿饭 生吃健庸一点 那个钱不就出来了 你得买点新鲜新衣服 你看你使用买这个 哪 二都没真 你得攀比起来啊 唐哥你做啊 你看师傅这么个道理 衣服越新就越想穿 衣服越穿 衣服越旧 所以衣服越新 衣服越旧 同理 衣服越旧 衣服越新 我这个是新衣服 他白买了 你这还新衣服 你这个衣服的旧是什么样的 不是关键我又没对象吗 穿什么好汉子 你看 没对象 没对象好 你使用都出对象了 你不想攀比点爱情 我不想 出对象又得花钱 我可不花钱 花钱 花钱越下的 两个人你想想 多好啊 就我这点生活费 出对象是花钱越下的 那我就得花下越钱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 一定是传品型怎么有啊 来 你告诉我 你平时都干什么 我平时就敢做的 打游戏啥的 哎 打游戏 打游戏好啊 你告诉我你游戏宠多少钱了 我没宠 他们都宠了 他们都宠 你不想从家 从钱才能玩的好啊 啊 他跟你说 你看是不是这么个大名 从钱越多 玩的就越好 你少过来 他逻辑啊 你这个人怎么 一根追求那么有 你看别人过得比你好 你不羡慕 你不压缠 不压慌 是不是啊 是 我咋一点判比心都没有呢 对不对 我得花钱呢 对对对 快去卖这张 我买点练习册 赶紧我买20本 就我班的班长 你还得考第一 我怎么考不了第一 啊 学习不用比啊 你现在都考上大学了 我得考研呢 哎 老板 我问一下 他比上学习了算不算判比啊 哦 算赏劲呢 哦 我就被开除了是吧 不关心上海 关心上海 不关心上海 你给我站起来 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